或许死亡才是这片宇宙里最终极且唯一真实存在的法则 在不同的物体身上 这个中央时刻的到来或许会慢一点 或许会快一点 但是谁都无法避免它的到来 无论是一个人 一棵树 一只兔子 还是一条河 一个星球 乃至一个宇宙 它们似乎最终都会迎来自己的中央时刻 经过计算 科学家们推测出了它们的命运 比如太阳还能再活50亿年 而地球则会在第27亿到30亿年左右 被老年期的太阳吞噬 走完它的一生 宇宙的寿命 鉴于目前数据不足 故而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 可以确定的是 它最终也会迎来自身的中央 无论是大撕裂 大坍缩 还是大日记 这三大结局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通向了这个中央时刻 人们总说 宇宙的终极是商 商到底是什么 在19世纪初 科学家们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 并且明确表示 这个世界运转的动力就是能量 既人活着需要从食物中汲取能量 植物成长需要从光中获得能量 宇宙也在靠着暗能量飞速膨胀 有趣的是 能量虽然是守恒的 但它的转换却是缺失的 科学家做了无数次的尝试 也无法将能量转化的损耗降为零 它的体现在于 运动机被无数天才科学家尝试制造 却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 直到最后大家认定 世界上绝不可能存在运动机 19世纪中期 德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克劳修斯 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提出伤的概念 顺带一提 克劳修斯是全球公认的热力学理论奠基人 分子运动理论奠基人 伤是表证物质状态的参量之一 物理意志复杂 无不知混乱的度量 最开始的时候 伤在物理学上指热能处以温度所得的伤 标志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 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 人们逐渐为伤赋予了新的意义 即事物的无序度 热力学第二定律 正是揭示了宇宙的这种无序度 我们可简单做一个比喻 比如你有1000块积木 无论这1000块积木如何堆放 其伤都是固定的 因为它们之间拥有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一旦你打算用这些积木去堆成一个城堡 那么作为城堡的伤 就要比积木低很多 因为用这1000块积木 堆成可以认为是城堡的形状并不多 可以说宇宙的能量是恒定的 伤会趋向一个最大值 这个原理产生了伤增定律 该定律被誉为全世界最悲观 最沮丧 最绝望的定律 按照伤增定律的理论 任何事物发展到最后 都会走向寂静 伤增定律被解读为 事物结构的必然衰退 科学家不断地寻找某种方式来抵消 来消除抵抗伤增 也就是说 对于宇宙万物而言 越是规整的物体 其伤值就越低 而越是杂乱的物体 其伤值就越高 不得不说 爱因斯坦对于伤的评价极高 他认为伤理论是科学的第一法则 长期以来伤在数论 概率论 天体物理 生命科学 工程领域等方面 有重要应用 伤增就是体系的混乱度增大 同一物质 固态 液体 气态的混乱度 依次增大 伤减就是混乱程度减小 用通水点的话来说 伤增原理 就是事物发展的方向 总是朝着大概率的方向变化 伤减则是反向的 有人说 时间的本质就是伤 时间是一个伤增的过程 举个例子 例如一间房子无人居住 很快就会被灰尘覆盖 内部的家具也会慢慢被腐蚀 这意味着 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间屋子的伤值会慢慢增加 但如果有人去打理这间房子 就会延缓这种伤值增加的速度 然而打理的行为 却在另一层面上导致了宇宙伤值的增加 所以 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 宇宙的伤增速度是固定的 并不会因为任何事情的发展 而有所改变 的确 根据科学家的观察 宇宙的伤值在不断增加 这是无法改变的结果 而宇宙中所有物体蕴含的规则 是要保持宇宙的伤增 毕竟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述的温度 只能从高温物体传递到低温物体 其本质是保持宇宙的伤增 如果从低温物体传递到高温物体 这样的过程会导致宇宙伤值的下降 故而违背了宇宙规律 当然 以有方法将温度从低温物体传递到高温物体 介于制式强行地扭转宇宙规律 虽说能够做到 却并非自然的现象 所以对于宇宙本身而言 即使你逆转了温度传递的规则 宇宙整体的伤值还是会增加 因为你为了逆转规则采取的其他行动 导致了宇宙的伤增 目前为止 科学家尚未有明确的理论来解释 宇宙的伤为何会不断增加 但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即一切事物发展的自然倾向 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 最终灭亡 没有它的贡献 恐怕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恐怕要停止很久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气科普的朋友